杀金阵容配对,光追仪器推荐,星魂推荐来了 大家好啊,这里是黑衣侦探 先来说总结,杀金作为2.0皮诺康尼版本的第一位五星生存位角色 翻用性还是很广大 大家不要被天赋、行迹效果所局限 认为杀金就只能在追击队就业 其实不然,普通队拿来用,效果其实也不错 区别主要在于,普通队里的杀金需要偶尔开下战技 补充下叠顿速度 而追击队里的杀金则可以彻底化身为打顶工具人 按住普攻不松就完事了 配对阵容方面,首先就是近期热门的黄泉队 即黄泉、佩拉、杀金、银狼 决心佩拉加宇宙市场或专股杀金 二魂黄泉可将银狼替换为铜鞋大斧如花火软眉 然后是追击队,阵容为托帕、真理医生、软眉杀金 追击队完全体就此诞生 缺点就是在面对双精BOSS时可能会有些小别扭 最后是常规阵容 大家把队里的杰帕得扔了,无缝换成杀金就行 完全尚未替代品,盾量高不说 也不用担心护盾的CD问题 彻彻底底的暴杀又没有 小贴士啊,注意不要给刃、净流配护盾辅助 先魂方面,一魂能给全队增加20%的暴伤 增强辅助队友的能力 注意后面的大招加盾效果 实用性一般,杀金即便是0加0也不怎么缺盾量 二魂是普攻后降低敌人12%的全抗性 基本就是让敌人全程减抗 因为杀金几乎能实现全程普攻 四魂能进一步提升杀金的输出能力 六魂能再一步提升杀金的输出能力 所以总而言之,这杀金的新魂 平民玩家完全不用抽 灵魂杀金即为盾斧完全铁 一切装备方面,外圈就是圣骑士四件套 内圈就是龙骨两件套 高命想打输出的老哥则可以考虑 外圈用死水四件套 内圈搭配贝罗伯格两件套 衣服为防御暴伤衣 鞋子为防御速度鞋 球为防御虚数伤害球 绳为防御神,零命杀金基本就是三防御 加一速度或虚数伤害 一命杀金则可以考虑把防御一换成暴伤衣 最后的光追方面 首推杀金专武 命运从未公平 超高的防御白质 加超高的防御加成 甚至还能提高暴伤 以及给怪物上一伤debuff 完美契合杀金的天赋极致 四星下位替代品的话 则可以用余生的第一天过渡 搭配黄拳使用的话 则可以用宇宙市场趋势 其实吧,杀金用专武 提升主要是在伤害方面 电量方面和下位替代品相差不大 保人肯定是够用了 真保不住 那就是队伍里的输出大C太拉垮了 所以你如果是老黑这样的平民党玩家 那捞个0加0走人即可 那最后老黑也是祝愿大家 十连出杀金 明天记得一起来看新一期的卡池流水分析哈